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三台相机 你更喜欢哪台相机的颜值 前段时间发布的富士X106代某冬预约量超40万 让我们看到了现在复古相机的大热 尼康也在近几年陆续推出了自己的复古相机 而在几年前 曾经也有一个做复古相机的品牌 活跃在这个市场上 那就是奥林巴斯 这台EM104代是奥林巴斯品牌下的最后一款复古相机 非常值得把玩一下 这期易社会节目 我们就来聊聊这款微单 以及影像圈已经做过的 当年在我很小的时候 最早认识到奥林巴斯这个品牌 是在一个黑猪烈的电视广告上 曲风是那时候非常流行的日系韩系流行音乐 没错 流行时尚就是我对奥林巴斯相机的第一印象 奥林巴斯从卡片机时代到后来的微单时代 也都是主打的流行时尚风格 哪怕就是现在我手上的这台EM104代也不例外 现在看着确实很复古 流行时尚才是更适合它的标签 现在的摄影们为何钟情复古造型 我想精密细致的机械结构 紧凑合理的按键布局 以及舒适握持的人体工学三者能够完美地结合在一台相机上 很少会有摄影 不会沉醉于这样一台带有艺术审美的产品中 奥巴的EM104代也是属于这类的范畴 右手握持的握把处凸起得恰到好处 而且顶部的三转盘布局触感极好 刻度感与段落感很明显 且不会相互干扰 顶部左侧的开关机拨感也要较为用力才能开机或关机 很好的杜绝了这台相机误触开关机的问题 不过有一点不得不说 银色机身的造型确实也为其加分不少 就抚摸的质感来说 EM104代跟某些专业旗舰单反和无反都能不落下风 不过考虑到EM104代属于便携普及型相机的定位 因此屏幕右侧的按键上并没有加入摇杆功能 但对焦点的切换也不算很麻烦 只需要点一下右侧圆盘中的左键 就能快速切换到想要调节的对焦点了 颜值这么高的相机 拍照时的仪式感满满 确实让我很有拿着这台相机出门多多拍照的动力 这款相机的直出色彩也非常有特色 带着一种特有的韵味 它的阴影处有发蓝的感觉 红色与蓝色也特别的浓郁 橙色黄色自然 颜色非常讨喜 能够瞬间吸引人们的目光 每一种色彩都显得那么生动鲜明 仿佛被赋予了生命 在把玩奥林巴斯相机前 我也听说了奥林巴斯的菜单UI并不友好 不过或许是习惯了索尼的菜单设置 在上手过程中感觉也还行 而且我发现 开关拨感旁边的快捷键显示功能 比起索尼的FM键来说丰富太多了 绝大部分的拍摄任务基本都只要在这个快捷键上进行设置就行了 没有多大必要进入menu菜单一个个的找 相机的连拍速度还是挺快的 默认模式下拍摄快门激震稍稍有点大 不过我们也能在连拍设置中选择快门减震来降低快门震动带来的影响 这个模式应该就是奥巴版的电子前连 在对焦和按下快门时均没有感知明显的快门实质问题 奥林巴斯的防抖确实也相当厉害 即便是手持1分秒拍摄依然能够保持画面不模糊 也正是奥林巴斯五轴防抖的出现 让这个功能成为了如今的高端旗舰五反相机的标配 由此我们可以方便地手持相机以慢快门的方式拍摄近物 而且也让我们在手持相机状态下拍摄视频的时候 也能获得较为稳定的拍摄画面 这也是奥林巴斯为相机行业带来的一份功劳 不过这毕竟是M43画幅的底子 再配上14-42这个饼干套头后 画质并不是最好 ISO超过800支出 感觉就有些涂抹感 胶外虚化也不尽人意 还好现在奥林巴斯镜头 在二手市场的价格并不是很高 一颗人像定焦25毫米光圈1.8的镜头 也只要1000出头 我们也搞到了一颗进行了试拍 M43画幅的实际焦段需要乘以2 所以这颗25毫米就相当于是50的定焦 换上定焦后的画质与焦外虚化 都有了明显的提升 到了夜景拍摄的时候 这台相机的直出也不好 拍出来的画面阴影处一片死黑 广告牌的灯箱也是曝光不一 有些地方出现了过曝没有细节的情况 如果拍摄RAW格式照片的话 在电脑上后期调节一下 也能提升夜拍表现 人生大起大落得太快 实在太刺激了 但是各位摄影大佬 扪心自问一下 这种随手一拍的图片 真会花时间和精力 去认真修图吗 由此 我也就对奥林巴斯 退出相机市场的原因 更有感触了 奥林巴斯的相机好看吗 确实好看 时尚的复古设计 比起那些干活用的单反微单 好看太多了 然而 也就仅仅剩下时尚的好看了 好看确实很重要 但是在几年前 这个复古颜值并没有让它大热 人们追求的全画幅高像素 可以数毛的画质 而现在的人们 可能更加关注 复古的外观 与独特的直出色彩 当年的奥林巴斯 真是没有遇到 现在这样的好时候 总的来说 奥林巴斯EM104代 是一台时尚好看 且用起来很舒服的相机 它既能满足 对复古机身的追求 也是一个能拿来感受 拍照仪式感的好工具 但用它来创作的话 这颗套头就算了吧 挑一颗光学素质 颜值高的大光圈定焦头 拿来扫扫街拍拍人像 记录记录生活 也是不错的选择